第35题 廷雅操作下列四个立矩的实验 施力F作用于木齿上是P点 若它仅改变施力的F的方向 不改变施力的大小 如右列甲乙丙丁图所示 则形成立矩大小关需为何 我们知道所谓的立矩呢 就是要立弊呢去乘以立 而立弊跟立之间呢 必须要互相的垂直 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甲呢 这里是垂直的 所以它的立矩呢 应该是最大的 而我们看到丁呢 这个是立线会通过所谓的支点 表示立弊是零 所以它的立矩呢 应该是最小的 那剩下的丙跟丁要解决 那么我们说过 立跟我们的立弊要互相垂直 那我们可以从支点去做立线的垂直 也可以呢 把立呢分解成垂直分立跟水平分立 所以呢 这个垂直分立呢 才是我要能够计算立矩的立 所以这边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从数学上 这样的三角形的关系 老师曾经教过你要问60度45度30度 对边是多少 也可以从数学上 简单的讲说大脚对大边 小脚对小边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的边呢 应该比较大 这个边呢应该比较小 所以呢在利弊乘一的时候 如果我的利弊比较大 我出来的立矩呢 就会比较大 因为我的施力呢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丙呢应该比以来再大 而甲应该最大 由此可知 我们的答案呢 就应该是 甲大于丙大于以大于丁 所以第三十五题问我们说 力举的大小关系为何 我们选B 甲大于丙大于以大于丁 对于丁